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德仁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吴荣群表示 近几年台加贸易发展迅速 目前台湾已经是加拿大在亚洲第五大 世界第十一大的贸易伙伴 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 但会朝着文化交流促进者 商业机会及科技创造者等目标努力 今年的特色就是 外交方面我们来瑞巴马总统上任以来 他所招式 中央民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五个角色 我们以这个为主题 吴荣群也指出 自从台加签订负免签证 和打工度假等协定后 双方文化及人民交流大幅成长 也很感谢最近两国间关系的 淘宝们所做的贡献